两岸这个关系越来越紧张 为什么如此 移民进党真的是 不断的被说你说谎 让现在中国大陆也不忍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说 这个国台办 针对于渔船翻覆的事情 这件事情还在延烧 在例行记者会上 他直接就批评了 台湾海汇会主委管碧林 极为冷血 为人不耻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他是怎么说的 大家看到 管碧林把处理2142新壮产事件 当成是个人政治表演 隐瞒真相 推诿谢泽谎话连篇 不仅对遇难者 没有一句歉意 一句道歉 还对善后工作 不断的设置障碍 极为冷血 为人不耻 奉劝这位女士将心比心 停止继续伤害遇难者家属 给遇难者家属 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 大师你怎么看 其实不只是 很多台湾人觉得说 台湾这片做法不对 其实亮哥 其实在我们台湾 我们这边的节目 他有提到说什么 其实朱凤莲他这一次 会非常罕见的 直接点名管碧林 真的代表他也忍无可忍了 我想问一下 大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管碧林 就是荒腔走板 对啊 而且公然撒谎 太多次了 他这个案子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不应该 就把他先定掉 对他是用政治定掉 而罔顾事实 那这个事实跟政治 不应该怎么讲 完全的被盗而持 你政治定调再怎么 事实为基础嘛 对不对 那问题就是说 他又不能够 谎话坚持到底 然后呢 谎话被拆穿好多次 而且中间用的很多 怎么讲 用的这个谎言都很廉价 对不对 一下就被车穿了 到现在就变成 他的公信力已经全无了 对 台湾我想我们台湾社会 对大部分台湾人 对管壁伦的信任度 大概已经是差不多 接近都趋于零了 没错 觉得怎么会派这种人 去当这么重要的职务 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到目前为止 没有展现出一个政务观 而且是有世界观 眼光的政务观的 那个格局 这种事情你发生了 只要出了人命 你一定要有人道主义的关怀 对 所以我很早以前我在 我看了那个时候 当时三党人物的这种 这种反应的时候 我那时候柯P讲的最好 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人家访问他说 这个案件出了人命 我们先要对 这个死难者 还有他们的家属 表达慰问 这基本的吧 这最基本 对啊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人的 一个道德底线 也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后来提出来 他说说两岸事实上 这一类的纠纷 事实上也应该借这次事件 来做一个比较整体的通盘 内心检讨 那么你一定一个 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 未来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 一个方办法出来 我觉得又有钱的 他讲的最好 我们不以人费言 虽然柯P 就是说他也有他的负面的东西 可是我不以人费言 如果是他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不会像今天搞成这样 一开始就说你是什么高速 什么蛇行 一开始就说三无 然后又蛇行 又不讲碰撞 最后被抓包之后 根本就是碰撞 最后他也成人碰撞了 然后他更 我觉得他这个人无法无天 还做过立法委员 他居然替司法机构 想好了起诉的罪名 是什么 是过失自人于死 那过失自人 过失自人于死的话 那就表示不是你的领导统律的问题 对不对 那就是那四位在船上的 我们海巡的同仁 第一线 第一线 你们过失自人于死 你有没有执法过当 那么为什么会一定要强行将之 所谓的 驱离 除了驱离以外 管碧零在他自己的这个 他们内部的媒体 他们就是要怎么讲 就是要忌捕 对 要准备扣人 对 要把扣船 那你为什么下这个命令呢 你这个命令难道不要负责吗 你是不是执法过当 你执法过当 你的命令有问题 造成下面的这种 所谓的出了这个人命 他难道 他一下就把责任推出去 所以这种 这种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看 就看出来一个政府 尤其他的负责任官员 这个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他做的这些事情 就搞成两岸极大的危机 没错 那现在说实话 我是觉得中国大陆 如果因为我在金门服役过 你知道我们整个金门 是在厦门湾里面的 对啊 那个他从外面大包围你金门 你所有的那个油啊 粮啊 水啊 全部都断光了 我不晓得这个民进党这一些人 他有什么底气好硬的 除非他就是想这件 从这件事情来制造两岸 这种纷争 然后呢 就跟他们的这个媒体一样 一定要制造两岸的仇恨 你不制造这种冲突事件 你哪来仇恨 所以我觉得他们从头到尾 就在搞这个仇恨 那可是忘记了就是说 第一个你既没有专业 第二个你连最基本的人权 人道关切都没有 你积了起什么仇恨 你既然我们台湾老百姓 也没有站在你管碧琳这边啊 我们只是说你主旗室 怎么把这件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你丢我们台湾的脸 人家也会想说 你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官员 这么不专业 这么不负责任 还满嘴谎话 对不对 然后谎话被拆穿了 还脸不红气不喘 还在那边把责任要推出去 不必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台湾有比管碧琳 适合当这个位置的人太多了 对不对 懂海洋的 你管碧琳懂什么海洋吗 他不懂啊 你就是一个仇庸的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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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最大的最大的 最大的他他政绩是什么 绿色媒体发生了 他争取预算 他说短短他认的 认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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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委员会主委 预算增加了三成 你就是争这个要跟老百姓要钱 要钱又做什么呢 结果呢 你基层的你这些海巡署的 这个同仁 连个最基本的装备都没有 你说他连那个什么 觅路器都没有 那你增加这个预算在干什么 对不对 你在你这么重视金门的这个 金门的我们的静置区 你在那边配备是什么 你那边配备是什么配备 你要我们这些 这些这些海巡署的 最好在一种没有保障情况 却去执法 对这个都是有人更说了 你在增加那么多预算干嘛 你都把自己当做什么 又变成你们自己的小金库啊 你把所有的政府 不然都拿做当做仇庸 给这个不够格的管壁林 去做他完全不懂的 海洋事务的负责人 他去了他能够处理什么事情 就一笑大方嘛 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 没有这么蛮肝无能的啦 没有这么草包的啦 我告诉你啊 在他的领导之下 所有的体系都夸解了 你有再优良的这些 这些基层的人没有用 你的指挥就是这样 丢尽了台湾的脸 我觉得管壁林 我们台湾的 因为我过去也是政府的议员 我觉得他这个政务官 把整个我们海洋事务委员会 下面所有同仁的脸都丢光了 对 无能 无知 无德啊 对不对 他讲人家三无船 你知道我们前几天 我们那个报纸上 有一个专业的一个 一位先生 他投书 他说他是六五啊 对不对 无能 无德 反正就是六个无 对所以我觉得 我一直还是认为 这个事件 如果管壁林啊 下台 这个事件啊 就解决一半了 因为一半是他惹起的 对啊 对而且啊 他的表现实在是 荒腔走板 荒腔走板 居然还叫我说 被领检的时候 你就不要停船 然后打电话叫他们海巡署去救 这个是一点尝试都没有 国际海洋法的尝试都没有了 那而且会让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被领检船师上面 不管是船员或者乘客来讲 都陷入违禁 对啊 对万一产生追逐怎么办 是 所以我觉得完全不识认 没有这个专业 也没有政务官基本的品格 也就是诚实 不诚实 对不对 然后呢 不断地把这个小事 往里面撒盐 变成大事 对啊 你现在造成的损失很大 你这个不要说 禁制区没有了 对不对 你将来在海洋上 这个两岸过去还互相承认 治权的这个时代 也被你这个事件 被你被你 这个管碧林一个人的一个 蛮肝无能 然后草包 最后造成这个极大的损失 就这样子 对啊 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中国大陆 是非常有底气 针对于 不管是金下海域 或者是台湾海峡 都有完整的 可以控制的军事的底气 所以台湾 真的不能去硬钢 尤其是在这件事情 是有人死命的状况之下 管碧林 他原本的任命 就是一个政治的任命 那你看现在呢 这件事情还搞到政治操作 当然两岸都有反对的声音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其实呢 现在中国大陆也亮出 他的一些军事的底气 比如说 他们的海警船非常的强 比如说呢 来看到二十四号的时候呢 又看到了 包括在金下海域的时候 有增加到了十一艘的舰艇 也两千吨 八千吨的船舰都在列 那陈舰人呢 这边他居然说 我们呢 看到这些海上目标 要按照标准流程 要把他驱离 结果呢 这个立委 陈雪生 国民党就说 你真的要驱离吗 他赶快改口说 没有啦 我们希望尽快叫他撤离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中国大陆海警船 其实呢 根据呢 国家利益 他的一个说法 其实就 船的这个数量来说 大陆海警船 是世界数量最大的海警队 那当然他对的是 像是南海的局势 或者是钓鱼台的局势 你看光续一万两千吨的就有两艘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警船 更别说有五千吨的 四千吨的 这些都是 那台湾呢 最大的就是大概四千吨而已 对这个论实力的话 这个完全 完全不成比例 完全不成比例 所以中国大陆的做事 他今天他要面临一个挑战的时候 他是快速增强自己实力 你可以看中国大陆在南海的这个 伸张主权的这个过程中 他是先把自己实力提升到这个 海军 然后这个海警的部队 先把它 它的政策就开始调整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做法 对不对 现在中国大陆海军也是 除了美国的海军 也是第二强国嘛 对不对 在我家门口大陆其实还有优势 有优势啊 对啊 那你说海警的话 从这个钓鱼台事件开始以后 还有南海的问题 你看中国大陆就一直在发展 那个海警的力量 那这个船只是数百艘啊 对啊 然后钝位那更是世界最 钝位最大 那就是说 就是说大陆是 它有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 那我们台湾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 从民进党执政啊 台湾的政府部门是 每天都在退步啊 每天都在吹牛 靠嘴巴在那边讲 可是实际的事情都没做 对不对 然后呢 国建国造国建国造 好啦 建到最后呢 你看到先花钱 先搞怎么样 就把这个招标案 都给他们那些绿友友去得标 对 他们的目标不是在真正在 充实实力 是怎么样 找个机会 花钱 一群人来 编列预算一起分钱 对 最后造出来的东西能用吗 都不能用啊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你今天这个三两年看不出来 民进党一直正八年下来 两岸的差距更拉得更大 没错 拉得非常的大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在处理争端的时候 实力是最主要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后盾 你没有实力 而且本来金门这个地方 过去的话 就是在两岸的默契之下 他找到了一些 大家这个 可以都互相接受 让金门也不断的能够生存发展 然后最后在马英九政府 他变成两岸中间 一个善意连结点 是化解两岸历史纠纷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一个中间的一个点 所以这个小三通 金夏的这个一家亲 这些推下来 这样把台湾跟大陆之间 过去几十年的疏离 把它拉回来了 可是民进党我觉得 所以我从这个两 金门这个厦门 金门跟这个马祖 在两岸关系上办的角色来看 很早从美国人开始 美国就不希望 当时蒋介石总统 去留住马祖跟金门 到台湾的独派 民进党的独派 也从来就希望 把金门跟马祖 这两个地方放弃掉 所以这件事情 从小事闹成大事 大事闹成什么僵局 其实我一直 我怀疑 我推论 其实民进党独派 是很乐见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想守台湾跟澎湖 他是希望台湾跟澎湖 那在台湾手里面 就表示台湾跟大陆之间的 这个期待关系这个连结很密切嘛 那把它丢掉了 那台湾就怎么样 真正的话 他们独派就非常高兴 但大陆的关系又切掉一块 那两个重要的节点 所以独派事实上是很高兴的 今天大陆 如果朱凤莲点名指这个 管碧玲 那我跟你讲 独派是替管碧玲拍手 他心里说管碧玲做得好 为什么 你加深了两岸的对立 让两岸之间的仇恨 又多了一篇什么 又多了一个营养剂 你在把营养剂 因为独派是不希望两岸 人民之间有任何善意 或者友谊存在的 他是希望不但 他们把大陆视为敌国 视为叩仇 他希望台湾老百姓跟他们一样 所以要靠什么呢 要靠冲突 要靠对立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就开始怎么样 大陆一开始引害说 把过去什么样大陆渔船 在海上这个过程 这些冲突 他找不到机会 现在一鼓掌弄出来 就表示大陆对台湾是怎么样 没有善意的 就是我们的仇人跟敌人 他找机会做这个散播的 你去看 你去看我就讲点名自由时报 每天都有一板对着大陆 报道大陆的事情 十件事情 十一件都是非常负面 几乎都负面的 大陆没有一件好事 没有好 他每天在怎么样 这叫散播仇恨 散播仇恨 还有什么 这个在美国人很流行 这叫妖魔化 OK 妖魔化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我认为大民进党的里面的独派 事实上你不能够排除 他们不想借次这次金门的事件 来进一步妖魔化大陆 另一步让两岸之间人民的情感 造成更大的这个对立跟疏离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继续再发展下去的话 我觉得民进党当局 还是会把它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机会在利用 对啊 其实散播仇恨 其实不只是台湾 还包括菲律宾 向逊 总统肖马克逊 28号 对于中国大陆南海相关的局势 其实他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那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看得出来 菲律宾他也在炒作 这个南海的局势 说什么中国大陆海警船很危险 那大陆这边其实也亮剑 包括在黄岩岛这边 设置了浮动的屏障 然后另外更别说 你现在又碰瓷了 比如说你还找呢 这个记者去拍冲突 结果中国大陆也派出什么 052D的银川舰 也来到现场去把你包夹 大使 对因为事实上的话 这个黄岩岛跟这个仁爱骄 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说黄岩岛距离这个旅 就是说这个马尼拉湾 事实上只有100多一点海里 那他距离中国最近的西沙群岛 那最大的这个路上 就是说岛这个基地 大概350海里 所以就菲律宾来讲 他要导弹的话 黄岩岛对他是比较方便的 他认为中国大陆比较边长莫及 那在仁爱骄不一样 对 仁爱骄因为他离这个巴拉旺省 事实上有300多海里 那事实上呢 仁爱骄距离中国在南海的最大的岛 也就是这个 美济岛 美济岛5.5平方公里的话 只有十几海里 所以是非常的近 所以中国大陆要持援仁爱骄 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你看现在他这个仁爱骄 没有办法得逞以后 细缘完以后 因为他成本也高 他要从那边开过350海里 他现在就往黄岩岛 黄岩岛他 你看他可以发动比较多的渔船 然后他的行政船只去也比较快 那么他就基本上知道 中国大陆要持援这个 黄岩岛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现在又把这个弄过来 那为什么黄岩岛其实跟这个 美济岛 还有就是仁爱骄都一样 它是一个环礁 环礁事实上里面有非常大的泄湖 这个泄湖都有 海洋支援 几十平方公里 四十平方公里大 那过去是这样 就是说中非关系 在南海问题上没有冲突 没有现在冲突 事实上那个时候 很多这些菲律宾的渔民 他架这个比较小型 他也都进入到西湖里面去 那中国大陆也就争一直也逼一直 没有去强力取缔 所以现在既然你暂时升高 中国大陆的做法就是说 你要冲突增高的话 我就把过去一些 作为我就收回 那就跟两岸之间 一下中线收回 现在他这个戏湖 就不让你进去了 对就这个地方 在这个路口这个地方 用一个浮动的屏障 第一个呢 大使说了 不让你进去 第二个呢 也要防止你呢 用坐摊的方式嘛 马德雷山不就坐摊吗 也有可能出烂招 有可能 因为这个黄岩岛过去 菲律宾曾经控制过 大概在2012年 中国大陆下决心 把他的主控权拿回来 这个当然也就是 你要有两个实力 你要有海警的实力 你要有海军的实力 实力才能讲话嘛 那所以就是说 现在黄岩岛 中国大陆是严严控制 而且啊 多次菲律宾偷袭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相关的 不管海警船军舰 都随时都可以 立刻都可以出现 那菲律宾上一次 去年的时候 下半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说 成功突袭 把中国大陆的这个 所谓的移动的这种浮标 把它剪掉 后来中国大陆 自导自演 根本就不是在 这个黄岩岛附近的 那这一次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是卫星发现 他有敢去剪吗 没有敢去剪 他这次去 也是大小船只都去 然后呢 最主要有一些记者 借着这个机会 就在某一些 这些已经浮出水面的 这个珊瑚礁上 上登岸了 可是中国大陆立刻 这个 银川舰 银川舰 7000吨的 立刻出现以后 那菲律宾就 立刻就怎么讲 立刻就撤军了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岛屿的争夺 我基本上还是看实力 虽然这个有菲律宾有地利之变 可是以他整体的这个实力来讲 不管是海警 不管是这个海军 都 就是说对比悬殊 那这次还没有看到中国大陆的 所谓的铁科渔船 200吨以上 那如果一去的话 又是六七十艘的话 那菲律宾又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菲律宾目前为止 它只具骚扰的这个实力 然后作秀 然后是一种游击式的 可是你要正规的跟中国大陆对抗的话 中国大陆现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屏障一挤起来的话 你菲律宾首当其冲 你过去的渔民还可以混到那个 这个汐湖里面去捞一些 你知道汐湖里面 的鱼产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呢 你现在自己把这个机会做没有了 我大概 我觉得中国大陆不会再开放这个汐湖的入口 让你的菲律宾的这些小船 进去好 偷鱼 所以就是说 偷鸡不着先十八米 你们菲律宾现在这些靠过去 在汐湖里面 盗鱼的这些渔民的话 你该怪 该怪你们菲律宾马克斯 本来还有机会在那边捕鱼 现在没了 是 这个两个案子呢 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呢 真的要跟中国大陆硬撞的话 你真的会 这个改变现状的是你嘛 中国大陆当然也会 有相应的做法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绳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控 这将会有进行方 做好日常的满车 怎么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